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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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说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说忘记这个事情很简单 因为我跟人家提到太多 有关原住民的事情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不知道原来这一件事也是我说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 在另外一个出版社 有一套在讲台湾的历史上的 有名的人 那一套书里面就有一册 专门把历史上有名的原住民搞了一册 要不然你们到现在请问 台湾历史上的有名的原住民 你们讲出几个 没几个 但是至少 没那个书里面帮大家找到至少有十个以上 今天不好意思打我另外哪一套书 就做台湾历史的办法 那不过老实说 这二十年来台湾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进步 那这个很大的进步的其中一个是 台湾的历史里面终于有的原住民 这也是一件很大的秘密 你知道吗 想当年我们大学的时候 看一部美国的电影叫做《宇航共》 哇说那个电影在美国怎么样 怎么把这个美国的历史 怎么样翻转过来 我说如果看那样的话怎么样 因为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 这一个这些外来者跟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一种恩怨情仇 一直是我们台湾史里面很重要的题材吧 我们都这样想吧 那为什么美国搞了老半天要与郎共舞才大家有感呢 说起来为什么说二十年来台湾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进步 其中大家想一下 我当年在教台湾史的时候 为了要处理一件事情要讲很久 因为我要反对大家朗朗上口的台湾史百年史 哦大家深入人心都是台湾史百年史 但是我都觉得怎么是台湾四百年史的 那我怎么破解他你知道吗 1920年代有一个日本人 在台湾的日本人叫做韦奇秀珍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台湾五千年史 台湾五千年史 很进步啊 他认为台湾的历史没有比外国更长也没有比外国更短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世界的人类的历史是五千年 所以说那台湾的历史也是五千年 那台湾的历史五千年 那台湾的历史五千年 所以就怎么样 必须从原住民讲起 这是我说的 我努力的介绍这一个日本学者的想法 第二个是 我从来不跟我的学生说台湾原住民有几种 在我的课里面讲的原住民是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的原住民 比如说十八世纪初年 在现在的南庄地方的原住民 如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主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主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主意义出来了 所以最好不要说原住民有几种 因为你要把你的那个什么会开办 你的更新都会开办 那如果台湾的族越来越多 就表示台湾越能够接受 我们原来是可以分分合合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很厉害 这个可以分分合合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是说大家这一个用这样的心情 来对待台湾的历史 另外当年我们做台湾历史漫画的时候 当时候那几个人 被我操的那几个人没有 不在 现在不在 要不然大家被我操得很惨 那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学的这一个剧本 我都觉得说不对 不对再不对 所以怎么办 那只好说我来上课 所以我为了这些人 几乎上了半年的课 然后他们才重新写台湾的历史 没错 如果现在我们要再重新看 即使我们又要重新再重新写台湾的历史 也就是说当我们越是把原住民当成这一个台湾历史的主角 从以前不算他上台到越南当配角 然后渐渐的走到舞台的历史的舞台的中心的时候 我们的历史是要重新改成的 台湾的历史在全世界上来说很少见 所谓很少见是什么 第一它是两种殖民主义交互的来的 一种殖民主义是什么 是来的就不回去的那种殖民主义 汉人来了就是不回家 这个叫做千战者移住者定居主义 第一波的就是所谓的汉人殖民来台湾 另外有一种殖民主义也来台湾 就是殖民的完了之后他会回家的日本 那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殖民主义的时候都只谈 就想到是吧 台湾的殖民的时代就是讲述的时代 不是的 台湾的历史就是一直在殖民主义底下 只是两种不一样的殖民主义 一种是千战者的殖民主义 这种千战者的殖民主义很多 澳大利亚就是了 北美洲这个也说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日本这种殖民主义 好那如果现在我们要写台湾的历史 就是严重的已经站到台的中心来了 这样的历史就必须把这两种殖民主义都写上去 要把这两种殖民主义都写上去 现在我们的台湾的历史要重新 所以大家准备好 历史要不断的重新 所以不要相信有所谓不便的证实 尤其是官方写的证实 把它忘掉 不过忘掉历史要不断的重新 当原住民站到舞台的中心 历史舞台的中心来的时候 台湾的历史必须重新 我们希望有机会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再度的重新那一种 原住民站到 历史舞台中心的那一种台湾历史 谢谢大家 谢谢